东北渝姐已拍摄农村生活的短视频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其短视频中主要的生活地点是一个叫做摩石域的小村子 很多网友质疑东北渝姐并非该村的村民 村子也只是其拍摄短视频的影视基地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记者来到了摩石域村 渝姐的家位于半山腰 尽管已经没有人居住 但仍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到这里参观 而在当地村民看来 这里并不是渝姐的家 这才断子上来 人家不在这 哦 你已经已经 他家还是住的 你那房子家自己还是住的 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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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的房子 那他那啥呢 就是 就是 家里有人还在这儿 这儿呢 这不是我们的村子 村民们告诉记者 渝姐的徒弟们也在村里租了民房 专门用来拍摄短视频和直播 在村民看来 这些人并不是在记录农村生活 而是在表演农村生活 对于这些突然出现的外来者 村民们抱着一种看戏的心态 旁观着这些网红们表演着农村生活 会干农活的东北渔姐逐渐发现 在短视频中表演干农活 比真正干农活手艺要大得多 但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她靠着这种表演 竟然可以吸引2000多万粉丝的关注 使她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 针对网友关心的东北渔姐 在直播中宣称假一赔万的问题 记者也专门采访了调查组 得到的回复是 在调取了东北渔姐直播卖货的完整视频后 工作人员发现 渔姐说假一赔万时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红薯粉如果有注明交的情况下 假一赔万 并非是在说木薯粉的问题 结合直播中的完整语境 工作人员表示 即使消费者向法院提起 假一赔万的诉讼 以现有证据 恐怕也很难获得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